小时候我跟哥哥去打羽毛球 我觉得打羽毛球 就像从小陪伴我长大的朋友 直到现在每逢周末他回到来家乡 我们都还是会一起打球 一起练球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Anson八岁那一年的一场比赛 他虽然生嘴痘 但是他还是很坚持地完成比赛 还赢得了冠军 他的这种毅力 令我感到很佩服 进入国家体育学校是很难的 结果我被选进去了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现在他虽然是13岁 但是他已经可以接受15岁或者是16岁的训练 很多人都觉得我很有天赋 可是我觉得后天的努力更重要 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的 希望有一天能拿到奥运的奖牌 看着我来讲的 他本人都会对我来讲的 人是20岁的 人是19岁的 人是20岁的 人是20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